小豬贏了34元 接著到卓耳不凡和天目 都是8倍富源 9.5元起飛 一出來的時間 鴻心進馬都相當快 但有實力的不斷 曼城都一定要搶頭 旁邊就富源 有人快過我嗎? 稍稍留著先讓你走 鬥志高在第三位 走到最邊綠色衣服 鴻心進馬升了一條欄 這裏走到第三位 然後現門笑著洋六六的三 迷達的馬在近方 再後面有千里明區 後面有卓耳不凡 維芳、快達、西洋牙追 東莞之威、天目 高峰的時候 走到中間的位置 大概是第五六左右 現在這個位置大概還有一千左右 前面有實力都很行 這裏支離成兩個馬位 富源舍著一個第二位 算是很輕鬆的第三位 外檔是鬥志高 再跟著看到高峰 都跟著那些鬥志高 埋藍就是笑著洋 笑著洋 旁邊仍然是千里明區 翠不凡這個時間 已經跟上來比較近的位置 跟著那些笑著洋 在內留位置 旁邊那隻是附近 附近之後白山白帽 就是這個 刷牙追 刷牙追之後 外檔這個天目 都走上來多少 外面騎緊 快達快達 之後現在見到東莞之威 未入鏡頭 現在見到就是維芳 那些馬 轉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的富源 很快已經過了這個有實力 上來第三位 就是熱門的笑著洋 再跟著見到 卓耳不凡 無私不斷發 發啊發啊 已經有反應 越追越近 前面的富源 背著他重磅 很辛苦一下 笑著洋還是爬著爬著 反而來 卓耳不凡 這時候已經死不上來 好輕鬆 這裡已經贏了出來 第二名呢 先看看哪一隻 富源 說笑著洋 大家都是鬥爬而已 富源就爬過第二 第三名呢 笑著洋 這隻卓耳不凡 今天我的臨場 我都不斷提 今天這隻馬的情緒很好 完全沒有說上次 臨場很緊張 在一個閘道搞一大輪 搞對時候的 但是這樣換了一個好賠率 都不是的 有時候的情緒 你會看到上次的臨場 跟這次的臨場 是很不同的 有時候你就要記得那件事 然後你要再配合之前 馬上有沒有賽積更多 有時候試過來你走過那場 我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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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得這麼差 神操有沒有 有什麼功夫 怎麼做 因為這個馬火其實 一直都要做 在操練上 他是很明刀明槍的 雖然路程上 有時候會欺負你 怎樣欺負你呢 就是你看一下賽積 上次又是1650 拍得輸 你解不解得輸的原因 最重要是這件事 你不用完全擔心 我隨便講幾個例子 都是 前進來都是 千八 輸過一兩場 或者一次 後來又可以 純粹就是做事 中橫萬里 都是 跑得很差 都是路程 既然他擺得回來 跑得當然有他的想法 是嗎 我想經常打馬 有一件事 當然我不是說 這個圈裡面 每一場賽事都 100%真確 大家都很正心 很清純 但是第一件事 如果你想一下 你先由 歪歪那方面 去想一下 想一下 哪個孤零精怪 哪個孤零精怪 永遠你都想不到馬 你先去想 當正常的 他是對的 他這樣做 他這樣跑是有道理的 先去想一下 你想不想到 那個原因出來 即是 如果你每次想到 其他地方 古零精怪 這場因為哪個熱 所以哪個贏了 這樣 那你就永遠都想不到馬 我想補充一點 在我們這一行 我們現在這個崗位 我們是要 經常對著馬 我們更加 要不是不用找港馬路 沒錯 即是我們的職業所需 當然我們都會參與 不會說隱瞞講 但是有些朋友 他平時有事做 對不對 他或者沒有時間去研究 我或者有一件事 他的投入程度 不同於我們職業 變成一種 沒有時間 我沒有時間